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物都孤儿》 作者查尔斯迪更斯 演播孟冬如 第二十三集 杯子格一边说一边抓住自己微薄的异端笔直往上拉 脑袋倒歪在肩膀上 牙缝里挤出一阵古怪的声音 从而通过手势形象地说明了 扣脖子同上脚架是一回事 就是这个意思 查尼说 你瞧他的眼神啊Jack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新来的孩子是这副样子的 我将来肯定会笑死在他的手里 这是错不了的 查尼杯子格又一次开怀大笑 笑得眼泪直流 然后又拿起了烟斗 你从小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 机灵鬼一边说 一边查看Oliver为他擦好的靴子 觉得很满意 不过飞劲会把你培养成才的 要不然你将是他手里的第一件废品 你还是马上动手干吧 反过头来你会发现 你早已不知不觉干上这一行了 像你现在这副模样 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Oliver 杯子格也在一边帮腔 从自己的角度苦口婆心的开导Oliver 等他详尽无疑的说完以后 便和他的朋友一起生动的描述 干这一行所固有的无穷乐趣 同时还向Oliver做出种种暗示 他现在最好通过他们当初使用的办法 可不容缓的去赢得Figgin的欢心 好好考虑考虑吧Oliver 机灵鬼听见楼上犹太老头开门的声音就说 这些私质和滴答响的东西你不去拿 嘿 你说这黑话管什么用 杯子格打断他的话 他听不懂你的意思 哦好吧 这些手帕和怀表你不去拿 机灵鬼把话降到Oliver听得懂的水准说 反正别人也会去拿 那样的话 施主倒霉你也倒霉 除了对拿到东西的人以外 对谁也没有半点好处 你跟他们一样 有权利把东西拿过来 哦 你说得对 说得对 犹太老头说 他已经走进屋子 只是Oliver没有看见 哦 道理就这么简单 亲爱的 总而言之 你要相信机灵鬼的话 嘿嘿嘿 哎呀 他懂得这一行的几分道理 老先生一边为机灵鬼的那番道理佐证 一边欣喜地搓着两只手 看到自己的高徒如此能说会道 他高兴地咯咯笑起来 这次谈话 到此告一段落 因为犹太老头 在贝特小姐和一位Oliver从未见过的先生的陪同下 刚刚回到家里 机灵鬼管那位先生叫Tom Kittling Tom在楼梯上滞留片刻 跟那位小姐互相谦让半天 这时候才走进来 Kittling先生比机灵鬼年纪大 也许已经有18岁 但看样子对那位小绅士还怀有一丝敬意 这似乎表明他意识到自己的才华和业务造诣方面还稍有差距 他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小眼睛 满脸都是麻子 他头戴皮帽 身穿黑色灯芯绒上衣和油腻腻的粗布裤子 腰间系一条围裙 说实在的 他这身衣服极待修补一番 但是他向大家解释说 他一小时之前刚刚出来 过去六个星期里一直穿着制服 因此无暇顾及自己的变装 凯特林气呼呼地接着说 那边用新方法来烟熏和消毒衣服是严重违反宪法的 竟然在衣服上烧了许多洞 不过你也拿官府没办法 他对剃掉头发的规定同样持批评态度 认为这也是完全不合法的 凯特林先生在结束评论时说 在漫长的四十二天里 他一直拼命干活 还没有喝到过一口东西 已经渴得像一只石灰篓子 要是撒谎 情愿粉身碎骨 你猜猜看 这位先生打哪来 Oliver 犹太老头咧嘴一笑问 在这一档另外两个孩子把一瓶酒放在桌子上 我 我猜不着先生 Oliver答道 他是谁 汤姆凯特林问 鄙姆凯特林问 鄙姆不屑地朝Oliver瞥一眼 哦 是我的一位小朋友 亲爱的 犹太老头回答 那他真是交上好运了 年轻人说着意味深长地 撇了菲根一眼 先别在乎我打哪来 小家伙 你很快会去那的 我敢赌一克朗 孩子们听到这句俏皮话都笑起来 他们又围绕这个话题 开了几句玩笑 然后悄悄地跟菲金交谈几句 走了 新来的人和菲金单独说了些什么 接着他们把椅子移到壁炉跟前 犹太老头让Oliver过去坐在他的身边 把谈话引向大家很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他讲到干这一行的好处是多么巨大 机灵鬼的本事多么高超 查理杯子多么和蔼可亲 以及犹太老头本人多么慷慨大方 最后这些话题看起来已告枯竭 凯特林先生也已精疲力竭 在感化院里 你只要待上一两个星期 便会觉得劳累不堪的 于是 贝特小姐起身离去 让这伙人歇息 从这天起 Oliver很少单独留在家里 几乎经常跟那两个孩子待在一起 他们每天都跟犹太老头一起做以往做过的游戏 这到底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记忆 还是给Oliver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只有菲根先生心里最清楚 在其他时间里 老绅士给他们讲一些 有关他年轻时代 打家劫舍的故事 中间还穿插许多 离奇可笑的情节 连Oliver听了 也忍不住放声大笑 这表明 尽管Oliver还没有丧失天良 对这类事情还是觉得好笑的 总之 诡计多端的犹太老头 给那孩子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先是把他单独关在光线昏暗的房子里 在他的心里上铺平道路 让他感到与其在这百无聊赖的地方 忧思愁想 不如跟任何人交往 现在 菲根开始慢慢地 往他的灵魂深处灌输毒液 指望把他染黑 并且永远改变他的颜色 这是个寒冷潮湿 挂着大风的冬日夜班 犹太老头在干瘪的身体外面 紧紧裹上一件大衣扣好扣子 翻起领子盖住耳朵 完全遮住下半张脸 然后走出他的窝点 他在台阶上停留片刻 侧耳听着徒弟们在里面把门锁好 套上链子 采取了一切安全措施 他听到他们回屋的脚步声 渐渐消失 便悄悄地瞬间飞一步走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乌都孤儿》 作者查尔斯迪更斯 演播《孟冬如》 悠近Oliver的房子 位于White Chapel附近 犹太老头在街角上站立片刻 鬼鬼祟祟地四下里望一眼 然后穿过马路拐向Speed Fears 石坡路面上积着厚厚一层泥浆 黑茫茫的大雾笼罩着大街小巷 天空下着萌萌细雨 什么东西摸上去 都是冷冰冰石碌碌的 这天夜晚 看来正是和犹太老头那号人 出门办事 面目猙獰的犹太老头 沿着墙壁和门洞底下的隐蔽地方 捏手捏脚地往前走 活像从这悉尼和黑暗里滋生的 什么可憎的爬行动物 正趁着黑夜出来觅食 寻找美味可口的丑鱼腐肉 他静止往前走着 经过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路 抵达贝斯纳尔戈里 然后他突然向左拐弯 不一会儿就进入一个 人口稠密的地方 这里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 破烂肮脏的街道 犹太老头显然对这一代十分熟悉 丝毫没有因黑夜茫茫 道路曲折而晕头转向 他急匆匆地穿过几条小街漏巷 最后拐进一条 只有远处一盏路灯照亮的小巷子 他停在一栋房子门口 扣了扣门 跟前来开门的人低声交谈几句 然后走上楼梯 他刚摸着房门的把手 就听见狗汪汪地叫起来 一个男人的声音询问 外面是谁 哦 是我 比尔 是我呀 亲爱的 犹太老头边说边往门里张望 哦 那么把你的尸体抬进来吧 塞克斯说 哦 躺下 你这笨蛋畜生 难道魔鬼穿着大衣 你就认不出来了 显而易见 狗给菲瑾先生的外衣搞糊涂了 当犹太老头解开扣子 把大衣扔在椅子被上 他便回到本来躺着的角落里 边走边摇着尾巴 表示心满意足 这也反映了他的本性 好啊 塞克斯说 哦 好啊 亲爱的 犹太老头答道 哦 南西也在这儿 他跟南西打招呼 多少有点尴尬 似乎担心南西不会理睬自己 自从他出面干预Oliver的事以来 菲根先生跟这位年轻的朋友 还没有照过面 不过如果他存有任何疑虑的话 也因为这位小姐的举止 而很快消除了 他缩回搁在围栏上的脚 将自己的椅子往后一挪 让菲根把椅子移到火炉跟前 没有再提那件事 哦 这是个寒冷的夜晚 那是错不了的 哦 真冷啊 南西 犹太老头一边说 一边在火上烤着皮包骨头的手 哦 好像一直刺到这里面 老头摸摸腰接着说 要刺到你的心里 那非用锥子不可 塞克斯说 哦 给他拿点喝的 南西 天火烧得快点 看着他那把老骨头 抖成这副模样 哦 像个刚从坟堆里 爬出来的恶鬼 真让人受不了 南西连忙从石棍里 取出一个瓶子 棍里有许多瓶子 从各色各样的外表看来 里边放着好几种饮料 塞克斯倒了一杯白蓝地 让犹太老头喝下去 嗯 够了 够了 谢谢比尔 犹太老头说 他嘴唇刚碰着杯子 便把杯子放下 怎么 担心我们暗算 你是不是 不是 塞克斯问 眼睛盯着犹太老头 呸 塞克斯先生 嘶哑着嗓门 轻蔑地鼓弄一声 拿过杯子 把剩下的酒 泼在炉灰里 这是给自己 重新倒酒的前奏曲 他马上倒满一杯 趁他的伙伴端起杯子 喝干第二杯的当 犹太老头四下一望 这不是出于好奇 这间屋子他以前见过很多次 而是出于多心多疑的习惯 屋子里的陈设相当简陋 除了石棍里的瓶子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 谁见了都会觉得里面住着个做工的 也看不到任何可疑物品 只有墙角边竖着两三根笨重的短棍子 比如台上挂着一根护身棒 好吧 塞克斯嘎嘎嘎嘴说 我听着 谈正事 犹太老头问 谈正事 塞克斯答道 你有什么话快说吧 说说 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塞克斯先生冷笑着说 或者说 我不想知道 这是一码事 有话直说吧 别坐在那眼睛眨巴眨巴 说话吞吞吐吐吐 还不是你第一个 想出来要去偷那户人家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噓 别 噓 犹太老头说 他试图阻止塞克斯发火 但是没有成功 人家会听见的 亲爱的 人家会听见的 噓 让人家听好了 塞克斯说 我才不在乎呢 不过 他仔细一想 还是觉得很在乎的 所以 说这话时 压低嗓门 渐渐冷静下来 噓 好了 好了 犹太老头劝着说 我只是防着点 没有别的意思 那么 说说 Chattese那屯子的事 噓 什么时候动手 比 什么时候动手 噓 那么棒的 金银餐具 亲爱的 那么棒的 金银餐具 噓 犹太老头说着 他搓着手 扬起两条眉毛 仿佛东西 已经拿到手 干不了 塞克斯冷冰冰地答道 干不了 犹太老头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不听我的话 我告诉你吧 托比克拉基特 已经在那儿转悠了两个礼拜 可是 哪个仆人 也不上钩 噓 你是不是想对我说 别 犹太老头 犹太老头 见对方火气越来越大 态度软了下来 屋里两个男仆 一个也拉不过来 没错 我正想对你说这个话 塞克斯答道 他已经跟着老太太二十年 哪怕你给他们五百磅 他们也是不干的 不过 你是不是想说 亲爱的 犹太老头提醒说 几个女仆 也拉不过来 噢 压根拉不过来 塞克斯答道 连风流君子 托比克拉基特 也拉不动他们 犹太老头 难以置信地说 想一想 女人是什么东西 比尔 噢 是的 连风流君子 托比克拉基特 也拉不动他们 塞克斯答道 他说 他贴着连病虎 穿着淡黄色背心 在那晃来晃去了老半天 可是一点用也没有 噢 他应当贴上八字虎 穿上军裤去试试 亲爱的 犹太老头说 噢 他试过了 塞克斯回答说 还是不顶用啊 听到这里 犹太老头 看上去 茫然不知所措 他下巴垂到胸口 默默地 响了几分钟 然后抬起头来 叹了口气说 如果 托比克拉基特 所说属实 那么这笔买卖 恐怕只好算了 听众朋友 今天的悟读孤儿 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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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